哈囉,大家好,我是Terry 上個禮拜我飛去San Diego找我的朋友 然後我們開著車在路上逛了一下 突然覺得很想花錢 不知道你有沒有那種感覺 有時候就是手很癢很想買東西 但是你也知道兩個男人能花多少錢 頂多就是吃個高級餐廳嘛 吃完飯後我們就坐在海邊看夕陽 非常的浪漫 突然發現海邊的別墅特別的漂亮 結果手一滑,信用卡就刷下去了 不小心就買了一個房子 花錢就是爽 沒有啦,開玩笑的 是真的買了一個房子 但是San Diego海邊的別墅 隨便一套都是5M起跳 真的買不起 希望以後可以吧 那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爲什麽最近決定要買這套房子 在哪裏,房價是多少 還有我的計劃是什麽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一定要幫我點個讚 因爲你知道點個讚只會花你0.3秒的時間 買個房子大概花了我3分鐘的時間 首先現在美國基本上已經進入所謂的經濟衰退 當然經濟衰退的定義是 連續兩個季度的GDP負成長 目前今年第一個季度的GDP 已經出現很久以來的負成長 第二季度要是再負成長一次 就真的是進入所謂的經濟衰退 那我個人是認為應該差不多了 目前非常多的科技公司 像是Facebook Netflix 都開始hiring freeze 然後也有很多的公司開始裁員 像我們公司之前就裁了一部分的人 我以為我也會被裁掉 但他們需要我來提升整個Engineering的顏值 所以我就沒有被裁了 Anyways過去兩年 美國這邊的房價很多地方都翻了快兩倍 尤其是獨立屋 獨立屋就是那種房子底下有自己的地 因爲通常房子本身會隨著年齡增長而貶值 但是土地會隨著時間而增值 因爲地是有限的 房子呢可以再造 所以在美國這邊最受歡迎的 也是這一兩年爭執最多的就是獨立屋 什麼叫Single Family Home 那爲什麽這兩年美國這邊房價快要翻倍 這個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了 因爲疫情的原因 美聯儲大放水 不斷地印鈔票 加上當時的利率創歷史新低 所以造成一波買房子需求大增 也有非常多的海外買家砸錢進來 就像超市搶衛生紙那樣子 那供給端那邊呢 因爲疫情大家都待在家裡 加上原物料不斷上漲 供應鏈出問題 建造新的房子成本變高 所以房源也變少了 當需求大增 供給量變少的情況下 就會造成房價暴漲 而且不只是美國 加拿大澳洲這些國家的房子也漲了非常多 那這個趨勢一直到今年大概3月的時候 開始慢慢的變緩 因爲美國3月的時候通貨膨脹率高達8.5% 美聯儲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就宣布要不擇手段來控制通貨膨脹 升息的環境下會造成購買房子的成本變高 因爲貸款變貴了 所以目前我們是有看到買房子的需求在降低 我記得我2月多去看房子的時候 好的房子都十幾個offer 上次大概兩天就沒了 那最近有一些房子在市場上面可能呆了五六天都還沒有被賣出去 而且在接下來幾個月貨幣政策應該不會有什麽太大的變化 加息絕對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買房子的需求端應該也會越來越少 那理論上來講 一個正常的人都知道 現在就不應該買房子 因爲房價看起來就是要往下跌 目前股票加密貨幣黃金這些你能想到投資的都在跌 唯一還存活的就是房價 但是很明顯現在就是一個往下走的趨勢 三歲小孩都知道 那爲什麽我還要在這個時間點買房子呢 那說到股票加密貨幣跟黃金的投資呢 今天這集影片是由 interactive worker銀透證券贊助的 銀透證券是一家 我會把影片贊助的內容跟連結放在底下資訊欄 有空的話自己去看好不好 首先我並不覺得說 現在美國的房價會因爲利息上升 就造成暴跌 其實我們從今年3月開始已經加息了幾次 目前美國這邊30年的固定利率 平均已經從去年年底的2.8% 漲到現在有5% 代表說假如你借50萬的貸款來買房子 每個月需要還的貸款而漲的將近31% 按照這樣子的說法的話 房價應該是要跌的 但是假如我們看美國平均房價中位數的話 目前來講是沒有往下跌的趨勢 今年3月到4月的房價還是在往上漲 我知道這聽起來不符合邏輯 但是我覺得最主要原因還是供給那邊的不足 我們從這張圖就可以看到 美國這邊有多少房源在市場上面還是保持著低點 儘管有上升的趨勢 但是市場上面的房子還是一樣少 再來就是因為目前宏觀經濟造成原物料上漲的非常嚴重 由於原油的價錢還是在高位 目前一桶原油價錢在我錄這集影片的時候 將近要到120塊美金 還記得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原油一桶曾經跌到負的價錢 如果油價高的話 蓋房子的成本一定會跟著提高 因為你需要的木材、鋼筋、水泥這些原物料都需要運輸 那油價高的情況下運輸的成本就會變高 而且加上現在中國因為COVID的關係 供應鏈、生產鏈很多都出了問題 所以這些原物料的成本也會變高 造成了建造房子的成本持續保持在高位 所以供給量持續受到壓力的情況下 雖然買房子的人可能變少了 但市場上面還是有非常多的投資人在觀望 隨時想要在低位的時候進場 因為買房子對大多數人來講還是一個比較安全的投資 尤其是現在股票跟加密貨幣全部都在跌 機構跟海外買家還是會持續不斷把錢丟進來 美國的房子其實不管再怎麼漲 儘管跟兩年前比漲了快一倍 它的房價跟全世界很多國家比都算是比較便宜的 我們可以從這個指標 Price to Income Ratio就可以看出來 美國這邊是3.72 也就是說房價平均是本地人收入的3.72倍 那有些地區像是香港是43.52倍 大陸是28.4倍 台灣則是24.2倍 所以如果你是天龍人的話 來美國你會發現美國房價真的很便宜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澳洲跟加拿大房市 都持續有很多海外買家跟機構在投資 過去的幾年一直在支撐房價 有些人說美國現在的房價就像2008年的泡沫一樣 快要爆炸了 我個人認為這是跟2008年不太一樣 2008年的時候是次貸危機 因為基隆機構隨便亂貸款 那時候很多買家都沒有能力去償還他們的貸款 所以當利率稍微往上漲了 很多人就沒有能力去還錢 造成一個股牌效應 導致機構破產、房價暴跌 那我自己其實現在也是在跟貸款相關的Fintech工作 所以我知道現在貸款還是比較嚴格的 每一個借款人都有一個Death to Income Ratio 要是沒有到達一定的標準 Lander是不會借錢給他的 就因為08年的事件 現在監管機構查得很嚴 加上另外一個房價保持高位的原因 就是因為通貨膨脹 如果你以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並不是房子本身增值得非常多 而是我們手上的錢貶值得很多 所以房價看起來就變得很貴 所以綜合以上因素 我認為美國房價不可能持續像兩年前那樣瘋漲 但也不會回調 就算回調的話也不會回調太多 不會像08年那樣崩盤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決定在這個時間點買一套房子 當然我也不是什麼房地產投資專家 我只是以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去看 有可能房價最後也會暴跌 有可能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我的笑話的話 記得要幫我把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就不會錯過了 我之後會持續跟大家分享 關於這個房子投資的一些數據 那假如你現在要是沒有穩定的工作 或是可以確保你一定能還貸款 並且能持有這個房子8到10年以上的話 我覺得可能就不適合在這個時間點買房子 那我買的這個房子呢 地點是在加州的Big Bear Lake附近 洛杉磯往東大概開車兩個半小時的一個山上一個小鎮 這個地方其實是南加州一個有名的滑雪度假區 冬天會很多人從LA或是San Diego來這邊滑雪 夏天的話這邊有一個湖叫Big Bear Lake 很多遊客都會來這邊做水上活動 也經常辦一些釣魚的比賽 或者是可以來這邊爬山 所以這邊算是一年四季都有遊客的觀光區 旺季主要還是以冬天為主 因為大部分人來這邊主要是來滑雪 那這個房子目前打算是要來做Airbnb 這就是另外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不會刻意去time the market 因為做Airbnb最重要的就是cash flow 只要cash flow是正的 每個月就可以付掉貸款、管理費還有其他的開銷 那我大概有算過了 如果一切都順利的話 這套房子如果裝修的好 在Airbnb上面是可以有正的cash flow 如果cash flow是正的話 就算今天這個房子跌了50%好了 我的Airbnb還是一樣 持續可以給我帶來正的現金流的話 其實房價對我的影響非常的小 基本上可以忽略 因為我相信5到10年後房價還是會漲回來的 而且說真的我也沒辦法去預測接下來房價的走勢 所以我並沒有因為宏觀的因素就不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房子是以總價47萬買下來的 另外我會再花大概5萬到6萬塊去做裝潢 還有升級 其實這個房子本身的結構是保持得非常的好 就是需要把地毯換成地板 然後把浴室弄得比較有現代感一點 裝個玻璃門之類的 另外再買一些好看的家具 把它變成一個比較高級的度假小木屋 再來這個房子並不是我自己一個人買的 我有其他信任的投資人 我們一起出錢買的 好處就是我自己的風險降低了很多 再來就是因為需要裝潢跟裝修 有其他合夥的人的話大家可以一起分工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想要做Airbnb的夢想 但是因為我是一個很怕麻煩的人 所以一直都沒有真的去實行 那這次呢終於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想要一起投資 所以我們就決定先從這一套房子開始 慢慢之後要是能做成功的話 累積的經驗會再投資其他的房子 當然這個房子最後裝潢完的話 也會全部交給專業的Airbnb管理公司去經營 因為實在是太遠了 我們不可能自己去經營這個房子 至於貸款的部分呢 利率是5% 30年的固定利率 30年的固定利率大概在6個月前只有2.8% 但是我認為3到5年之後 利率應該會掉回低點 因為美國這邊已經習慣了低利率 只要通貨膨脹受到控制 政府的政策還是會保持低利率來刺激經濟 因為沒有辦法 不管是選舉啊政治方面的因素 大家都還是會比較偏向低利率的環境 我覺得目前的高利率只是暫時性的 所以以後利率回到低點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refinance 意思就是找一個新的lender 然後他會把我們現在的貸款給還了 然後重新以一個更低的利率去做一個新的貸款 好那今天這集影片就到這邊了 以後我也會拍一些影片或是vlog 來開箱這個新的房子 所以如果不想錯過的話 記得一定要幫我把影片點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你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邊的話我會隨時發我投資的東西 那等這個房子都弄好之後 如果是我頻道的觀眾 想要來這邊旅遊的話 一定也會有優惠 所以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那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你覺得房市之後的走向會是什麼樣 或是如果你對Big Bear很熟的話 也歡迎你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一些你的經驗 那我們下次見囉